大漠戈壁丛林 看似蛮荒的无人区 却是这些宾威物种最后的家园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五集纪录片 明月初天山第四集 大漠汉海御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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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明是著名的金雕研究专家 2012年6月下旬 他带着博士生又一次前往准戈尔盆地 进行野外调查 这项研究工作已经持续十年了 这里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园 距离卡拉麦里英山还有一百多公里 现在是六月下旬 小金雕出生应该一个多月了 眼下正是金雕捕食最频繁的时候 这里是金雕传统的捕猎场 而这些沙漠跳鼠是金雕主要的食物来源 可是经过长时间观察 天空中却没有发现一只金雕 这让马明有种不祥的预感 六月的卡拉麦里 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 这是准戈尔盆地最难熬的季节 干旱 季风 让人望而却步 但是对于马明和他的研究小组来说 在这十年里他们不知来过多少回 这个季节正是金雕御厨的时候 也是他们研究金雕生存现状最佳时期 就在马明他们刚刚到达四号金雕窝的山脚下 金雕已经发现了他们 并迅速返回巢穴 看护幼崽 除雕出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在六十天内他们不会自己进食 要靠母亲一口一口喂养 因此母雕始终守候在巢穴绝不远离 这时马明他们不能靠近 只能在几百米以外的山下观察 而在四号窝对面的山上就是金雕十二号窝 远远望去没有发现金雕幼崽 像是没有利用 这让马明感到焦急 到了 这是十二号 我们把它叫G十二 哎呀 这个十二不好上 来 吹一下 吹一下 金雕十二号草 G十二 2004年也对 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你看 直径就是这个 这么长啊 这是卡拉麦里第十二号草 2004年我们在这考察的时候最早发现了这个草 当时有金雕在里边下蛋做窝 孵化 在五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 我们共找到了有三百多个窝 有的是百年的老窝 就像这样的窝 有的有两米多高 直径都在两米到三米那样大草 巨型草 非常的结实 一百年也都不会毁坏 刮大风下大雨也不会把它冲坏 而且它这个窝呢 在里边呢 它用一些细草垫 小鸟在里面很舒适 小鸟会在这个岸 周围做一些运动 跳跃 山翅 练习飞行 所以这个环境呢 对一个养育后代是一个非常舒适 非常安逸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它一旦建成这样一个窝的话 用上一百年二百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没有人去破坏它 但是这个百年老巢看来已经弃之不用了 它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经营了百年的老巢会自动放弃呢 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直在观测猛禽的这个动态 它的繁殖情况 像一般情况下 要年份好的时候 食物充足的时候 它有可能下两到三枚蛋 但是呢 这几年呢 都下一枚蛋 为什么呢 食物紧缺 干旱 少雨 或者植被呀 都退化 或者是因为这个 镊齿动物 或者是兔子呀 羚羊呀 还有这个盘羊呀 数量的 迅速的这种下降 使得它这个食物资源的匮乏 而造成它这个 育除呢 就是说 食物不足呀 它就是只能养活一只 有种人一直也养活 养活不了 像像这种 这个 这个十二号窝呢 连续几年只能下一个蛋 但是随着近年呢 人类这个活动的加剧呢 这个窝呢 这十二号窝呢 基本上被放弃了 你可以看到 它可能已经有 有很长一段时间 老鸟不光顾了 为啥呢 这个地方可能周围呀 比如采矿 还有公路 还有放羊的 这种干扰比较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这猛禽啊 命运非常 令人担忧啊 马明的担忧 绝非起人忧天 从2004年开始 他领导的金雕研究小组 用三年时间 对卡拉麦里金雕种群状况 做过详细的调查统计 共发现金雕窝 三百四十个 其中百分之九被利用 而现在短短三四年时间 金雕窝的利用率 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三 有些金雕 永远告别了 他们的家园 相比于金雕 这些野马的命运更加多船 他们原本是驰骋在准阿尔盆地的主人 可是在二十世纪中期 他们的祖先在中国灭绝了 直到三十多年后 中国政府于一九八五年开始 从欧洲一些国家动物园里 陆续引进了二十四匹 至此 他们离开故乡 已逾一百余年 这些野马是欧洲人十九世纪末 从准阿尔盆地捕获 并带到欧洲饲养的野马后代 这是他们回归故乡后产下的第五代马鞠 小马鞠不愧是准阿尔野马的后代 刚刚出生 体毛还未干 就要挣扎着站起来 他继承了祖先优秀的基因 为了适应恶劣环境 应对天敌的猎杀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 学会站立奔跑 库独子是母亲的天性 即便是他的姐妹 也绝不允许靠近自己的孩子 以免小马鞠受到伤害 野马在一万年以来的全新式时期 曾经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广袤的草原 在华北平原 松嫩平原和蒙古高原 都有碗庚新式野马化石发现 随着农牧业文明的兴起 人类的过度捕杀和干扰 野马被迫退去到蒙古西南部 和新疆准嘎尔盆地荒漠戈壁无人去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左右 人类开始训养野马 并骑上了马背 为战争和农牧业服务 这无疑加速了他们的灭绝 新疆野马饲养繁殖研究中心 经过二十多年努力 成功繁育了三百多匹野马 其中野放的一百多匹 已经完全适应了准嘎尔的生活 并实现了野外自身繁殖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现在他们是世界上仅存的野生马种 只分布于准嘎尔盆地卡拉麦里 有题类动物保护区 是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准嘎尔盆地 位于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 总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第二大盆地 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 也是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天堂 1984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这里建起了有题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如今 在茫茫戈壁浩瀚的大漠 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蒙古野驴 野马 鹅侯林 盘阳等珍惜野生动物自由驰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转暖 干旱加剧 准嘎尔盆地自然条件变得更加恶劣 加之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渗透到这一地区 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又一次面临挑战 特别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心地带 一些几十年上百年的缩缩开始枯死 使得这些食草动物赖以生存的四草越加短缺 如果这一死亡的征兆继续蔓延 威胁的不仅仅是生存在准嘎尔盆地的野生动物 天山以北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南 二百多年来兴起的农业文明也将受到威胁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缩缩枯死呢 为了探寻他们死亡的原因 科学家们已经跟踪研究了二十余年了 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又陌生的研究领域 几百万年来 他们根植于浩瀚的沙漠自生自灭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存策略 而现在科学家们决心要揭开缩缩的生死之谜 那还是粗粗 那个长得特别粗 那个要挖出来 那个我估计地下肯定到地下水了 而且到地下水长得会特别好 这应该绝对是 因为前面那样有洪流 这应该差点 这五六米就到了 这天水是应该是平均 趁当我们有可能能把地下水挖出来 因为这地方感觉不会有太深 这地方整体的速度长得比较好 李燕是我国著名的荒漠生态研究专家 毕业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或博士学位 2002年 他作为中国政府全球临选的百名科学家之一 来到了新疆富康荒漠生态研究站 从此他与国尔班通古特沙漠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午可以 下午就不一定了 下午就不一定了 今天科学家们在一片长势相对良好的缩缩林 选了一颗标准株作为研究对象 决定对它的根系进行全方位解剖 以揭示缩缩的生存规律 探寻它们死亡的真正原因 就是我们在挖缩缩的根的时候选的第一个要求就是 就相对来说它要独立 它周围没有别的缩缩 这样子你挖出来的根 它跟别的缩缩地下没有交叉 可以确认它是这颗缩缩的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大小跟年龄 要代表这个地方的平均状况 就是类似选一个标准株那样的一个东西 这颗缩缩高三米 树冠直径二点五米 别看它个子矮小 但它的年龄已有五十多岁了 在这五十多年里 它是如何汲取水分和营养的 维持它生命的条件是什么 它们的生存策略隐含着怎样的密码 这都是科学家们要破解的谜团 底下挖开以后 上面那个根它肯定会 你挖的有多它会有点散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拿两根杆子 把它支撑在这 就是把它根挖了之后 让它还不变 就还待在原来的位置 为了不伤及缩缩的根脉 确保它的完整性 科研小组雇佣了六十多位工人 分两班连续作业 准备挖一个直径十五米的探方 以探明缩缩究竟在多大范围 多深的地下汲取水分和营养 事实上任何植物要活着 它要干第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从土壤当中把水吸出来 然后像一般的树跟作物 土壤都是湿的 所以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 但是缩缩它是长在沙漠地区 它也得把水吸上来 而且它实际上成功地把水吸上来 它长得碧绿碧绿的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策略 就是怎么说呢 它跟环境之间的一种适应 沙漠地区实际上都含有一定的盐碱 因为盐分太多了 会得植物造成伤害 它就把它的盐分 然后能够固定在叶泡里边 这个含盐高的水 实际上它的负压是很大的 也就是它吸水能力很强 然后它实际上靠这些盐分 延续不断地把水吸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 它这里边水是挺成足的 不过你如果要尝一下 它水是咸的 苦 它里边是硫酸盐 它色的很 你看 这个味够了 它是真正的又咸又苦 然后这实际上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策略 就是它必须把水吸上来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夏季 酷热难耐 白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业很容易中暑 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工人们只好冒着酷暑坚持作业 二十多天的挖掘 进度十分缓慢 找这样的进度 要挖出这颗缩缩的根脉 至少需要三个月 也要挖出这颗温卷 在植物王国属于的一个湖 黎科是一种灌木,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 在人际罕至的沙漠、戈壁、盐碱滩都能生长, 是我国西北荒漠地区最重要的植物种类。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五十多米高的沙丘上, 生长着一些上百年的老缩缩, 它们的根系就像毛一样紧紧抓住脚下的流沙, 任凭风吹沙打也不会移动半步。 为了度过漫长干旱的夏季, 减少水分蒸发,适应恶劣的环境。 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 缩缩已经将自己的叶片退化成小小的叶窍包裹在枝条上, 当地人称之为没有叶子的绿色森林。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点九万平方公里范围内, 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沙丘被缩缩覆盖, 这就使得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与世界上其他沙漠格外不同, 这里的沙丘是固定和半固定的,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有生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 工人们终于探到了这棵缩缩的根脉。 它的直径约十五米, 而主根竟然深达八米。 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对缩缩这种植物做如此深度的解剖。 这让大家兴奋不已, 他们终于看到了缩缩为了保命所采取的生存策略。 一棵只有2.5米高的缩缩, 它的主根居然是树干的3.5倍, 而深入地下的毛细血管更是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 没有任何一种植物像缩缩这样艰辛, 为了活着, 它们做了最大的努力。 这可能就是缩缩积水能力的极限。 我们通过挖掘整株缩缩植物的根系, 我们通过挖掘整株缩缩植物的根系, 根系的空间分布, 以便于我们掌握植物的用水策略。 另外一个, 我们的吸水根可能在2毫米左右, 我们就是说是需要到接近地下水位的位置, 我们才能尽量的获得比较多的吸水根, 然后我们把它装到我们的样品瓶里头, 然后回去可以做它的解剖结构的研究。 缩缩在它的一生中除了努力向地下寻找水源之外, 在接近地面一米左右的头壤里也布满了根脉。 每根脂脉横向延伸居然也达六七米, 以便在更大范围采集营养和水分。 这说明缩缩为了保命, 它在两头下注。 我们今天就是通过这样全抛把, 看这个缩索它能够接触到这些地下水位是多深。 在它自身的这个能力的许可条件下, 多大的一个地下水位才能够保证这个缩索它这时的一个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宇宙用水的一个警戒的一个地下水位的量。 一旦我们感知到索索已经成片的枯死了, 那地下水位已经超残了, 那个时候你带来挽救这种情况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必须得预先找到这么一个警戒的这么一个指标。 缩索在漫长的进化中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每年七八月份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极端干旱的季节。 沙漠里的大部分植物都会枯死, 只有缩索顽强地活着。 缩索顽强地活着。 这完全就是一些红色的勺变盐嘛。 你看, 砖红色的, 非常致密啊, 非常致密。 这都是泥盐烧成这样的, 非常结实, 瞧起来, 坑香油粒。 哎呀, 很细腻的, 由于里头含一个大量的铁质, 所以一勺以后就变成红颜色了。 严顺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正当富康荒漠站的专家们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探寻缩缩死亡原因的时候, 他们也在为准格尔盆地的行程寻找答案。 这一块就叫画石山, 这个地方离田池距离大概是26公里, 这套地层都是足夺迹的, 这还没地层。 它当时是主要是一些霉层的上面的盖层, 这种盖层由于下部霉的自然, 整个就烧烤成这种红色的盐屎了, 这个盐屎我们把它叫烧变盐, 在这个烧变盐里头, 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了很多中生代的一些植物, 尤其侏罗记那时候的苏铁呀, 还有银杏呀, 还有一些古老的苏柏类的这些化石, 经过烧变以后呢, 就是这种叶片这些形状呢, 就被固定在这里头了。 这种地层呢, 在新疆比较多, 这前山北坡呀, 包括种盖盆地里边, 都有大量这种化石, 也有这种大量的少变盐存在的。 近年来, 专家们在准盖盆地东北部的石树沟, 发现了上千棵树化石, 也叫硅化木。 而化石山那些树叶, 正是这些松柏类植物凋落的, 它们是侏罗纪时期的参天大树, 距今已有一亿两千多万年了。 这些古老的云山, 经过亿万年演化, 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玉质类, 玛瑙类化石。 有的树化石近高达三十米, 直径一米左右, 最粗的一颗化石根直径达三米。 可以想象, 在远古时期, 这里一定是森林茂密, 动物出没的天堂。 进入二十世纪, 中脉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 在近百年的岁月里, 先后到准盖尔盆地, 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 共发现并采集了一百多具爬行类动物化石。 其中发掘出十多具完整的恐龙骨骼化石。 这些恐龙既有体长三十五米的大型西角类石草恐龙, 也有五米多长的石肉类中华稻龙, 还有天尺甲龙, 小型水龙兽, 以及准盖尔益龙等。 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某一天, 这些庞然大物和原始森林都被毁灭了。 在其后的岁月里, 由于地壳运动, 这些原本深埋于地下的古树和恐龙化石重见天日。 南澳的夏季终于过去了, 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宣示了准盖尔盆地冬天的到来, 对于这些干渴的生命来讲, 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冬天别有一番风景, 夏季那漫漫的黄沙不见了, 到处都是银庄素果。 这是准盖尔盆地冻植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之一, 也造就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独特的风景。 每年进入三月,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积雪开始融化, 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了。 每年这个时候, 新疆富康荒漠生态研究站的专家们都要深入沙漠腹地, 对积雪下的荒漠植物生长情况进行调查。 这是他们长期监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上了一个东西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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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字啊? 哦,这两个。 啊,是吗? 这些是盖被子才会,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两年生短命植物, 去年短命植物几乎就没有。 啊,别别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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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今年短命植物会长得很好。 啊,五月份你们如果来的话, 就草原了。 啊,我刚才给你, 我说这边,你看吧,就草原了,今年。 每年冬季,准个阿尔盆地的降雪都在二十厘米以上, 雪大的年份厚达四十厘米。 稳定的降雪给古尔班冬古特沙漠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每年三月下旬, 由于白昼延长, 太阳辐射的热量大幅增加, 致使沙漠戈壁迅速升温。 古尔班冬古特沙漠的积雪开始融化, 这就为万物的萌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降水。 古尔班冬古特沙漠大概, 它形成这么好之类的原因,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积雪。 所以这个积雪它可以持续三四个月, 然后到春季一次性的融化。 而对于生命而言, 对于植物而言, 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每年春季万物萌生的时候, 等于我有一场稳定的降水, 也就是说它这个可靠性比它的大小有时候更重要。 春季植物萌发, 然后正好有水在这儿了, 温度升高它在萌发, 对吧, 然后同时温度升高也正好是植物萌发的条件, 就两个东西放在一块了, 这就叫偶合, 我个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偶合。 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 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不管是浩瀚的大漠, 还是茫茫戈壁, 多种生命样式在这里生息繁衍, 通过激烈竞争优胜劣汰, 目前遗存下来的都是优势物种。 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 浩瀚的大漠将是猙獰的, 茫茫的戈壁将是寂寞的。 人类在准盖尔盆底边缘营造的绿色经济带, 也将变为荒芜。 因此, 保护准盖尔盆底的生物多样性, 就是在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